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芪 葛根各8克 新鲜的淮山药20克 他的做法就是先把这个山药洗净切片再剁碎了 黄芪 葛根装入这个纱布袋中扎口 给它放入砂锅中 再放入适量的清水 大火煮沸 再改成小火煮15到20分钟 把它倒出来 等待它温热之后再慢慢饮用 每日两次 早晚各一次 服用时可以添加少许的白糖调味 黄芪 它是补气之手 葛根又能提升脊柱都脉的阳气 再加上山药补羊的同时又滋阴脸羊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宁医生 这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脑梗塞 又称缺血性脑粗重 它是指因脑部的血循环供应受到了障碍 缺血缺氧所导致的局限性的脑组织缺血性坏死 或者是软化 耗发于45到70岁的中老年人 发病叫急 或伴有意识障碍 严重的甚至出现脑水肿 甚至脑膳和昏迷 脑梗塞从中医角度来说 多是气血淤质 梗塞不通引起的 所以激发人体的阳气 推动气血的运行 显得尤为重要 给大家推荐一个穴位 就是大锥穴 它是手足三阳都脉之会 适当的刺激就可以通畅经络气血 激发人体阳气 它位于井后第七胸椎基凸下凹陷中 所以我们冬天最好是围个围巾 或者是穿高领的衣服保护好大锥穴 没事多搓按大锥穴 最简单的就是用我们的手掌贴着大锥穴上下左右搓即可 每一次搓按的时候时间都是15分钟左右就行 一天重复做两次 或者是用爱条去揪大锥穴 每次也是15分钟左右 一个礼拜爱揪三四次就行 长此以往人体的阳气就足了 气血的流通性就更为通畅了 就不容易脑梗塞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宁医生 这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排毒养颜这一话题 我们就会想到肝胆和人体的阳气 因为它们具有代谢和排出毒素的作用 那么肝胆在我们人体的什么位置呢 我们中医常说左肝右肝 而不是肝长在人体的左侧 胆长在人体的右侧 而是就人体的气机而言 所以说肝胆的主要部位就是人体的斜肋部 解剖上来说的话 肝胆均位于右斜下 我们经常拍打我们的斜肋部就会起到作用 每天早晚用手掌稍用力拍打两侧的斜肋部 各30次 能够使肝胆的气机通畅 帮助排毒 气机打开了 淤血就活开了 毒素就排出了 人体的面部就会更加的有光泽 容颜更加的美丽 再给大家推荐捏几法 取腐卧位 背部弹露 涂抹适量的滑石粉 用双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握成半拳状 食指半曲 拇指伸直 对准食指的前半段 然后顶住皮肤 拇指食指向前移动 提拿皮肉 同时向上碾动即可 尤其是每天睡前给它捏三到五遍 效果 要养生看黑牛 欢迎您收看这期的黑牛养生馆 我是王医生 乳腺癌是发生在乳腺橡皮细胞的一种恶性肿瘤 也是现在临床上比较常见肿瘤之一 而且并不是女性的专利 男性也可发病 遇到下面这种情况要注意 1.无痛性肿块 乳房周围出现无痛性的肿块 尤其是男性乳晕的下方 这里是男性乳腺组织集中的部位 2.乳房长期肿痛 这一点女性多见 除去经期前后生理性的肿痛外 如果乳房长时间的肿痛 一定不可大意 可能是出现了乳腺增生 或者其他乳腺疾病 3.胸部皮肤异常 乳腺癌可能引起皮肤的改变 使乳腺的皮肤出现凹陷连连 或止硬结结等症状的出现 4.乳头乳孕的异常 肿痛有可能引起乳头的回溯 会抬高 乳头及其附近的皮肤出现搔痒 溃破、糜烂、解痂 及啄痛等症状时要注意 5.腋下淋巴结肿大 很多男性乳腺癌初期 都会检测到腋下淋巴结肿大 而且只硬可推动 到后期时 淋巴结逐渐融合 并与皮肤和周围组织发生粘连固定 预防乳腺癌的发生 日常要有良好规律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 减少熬夜 避免过量摄入肉类、糖类、烧烤及刺激性食物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 多选择些适合自己的缓慢性运动 不乱用外源性雌激素 以避免诱发乳腺癌 多一点养生 多一点健康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期节目我们聊一聊 人体的天然消化穴 也被称为人体的健胃消食片 天书穴 尤其是春节期间吃的很多 就得没事刺激刺激它 天书穴 首先是足阳明魏经的重要玄位 它还是大肠经的墓穴 所谓墓穴就集中了五脏六腑之气 在胸腹部的这么一个穴位 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良性蠕动 增强胃动力 它还能够防治慢性的胃炎 胃溃疡 结肠炎等等 尤其是饮食上的一个机制 消化不良 效果会更好 它的具体位置 在水平肚脐的直线上 肚脐旁开两寸的位置 共两个穴位 最简单的按摩方法 就是取座位 右手的食指中指无明指并拢 用中指的指腑 按压左侧的天书穴 以产生酸胀感为一 按压约十分钟 再以同样的方法 按压右侧的天书穴 还可以进行刮揉天书穴 先说说刮法 可以用我们的刮刷板 在天书穴上进行顺时针刮刷 频率约一分钟五十次左右 以局部往起刷为度 刮完一侧再刮另一侧 揉法就是用我们的大穴记 紧紧的贴在该穴位上 也进行顺时针的揉动 循环往复 重复操作八十到一百次即可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宁医生 这一期节目 我们聊一聊 鼠酒期间的养生 什么是鼠酒呢 以冬至节气为起点 在此之后的二十七天 是我国传统的鼠酒 也是一年当中 最寒冷的日子 此时的身体 是最脆弱的时间 养出好身体 明年才健康 首先就要养护好 我们的心脑血管 寒冷的刺激 会使血管净乱 血压的波动性增大 导致脑出血 脑梗死等等就会增多 建议大家经常测量血压 并且将血压 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适当吃一些山楂 黑木耳 金桔 大蒜 洋葱等能够疏通软化血管的食物 然后就是我们的皮肤 冬天干燥而且冷 皮肤最容易变得褶皱 皮肤的颜色暗淡 没有光泽 建议大家学会干洗脸 用我们的手掌 对我们的面部进行洗脸 只是不用水干洗而已 每天两次 还你亮丽的熔烟 最后就是前列腺 前列腺最怕冷 在现在低温的情况下 这个前列腺就容易出现收缩 造成慢性的冲血 尿道的压力也会增加 建议每天稍稍用力敲打代脉10分钟 代脉在人体 约平齐扣腰带的这么一个位置 对于缓解前列腺的症状 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最后给大家推荐一款 当归生姜羊肉汤 每500克的羊肉 可以配当归10克 生姜10片来煲汤盒 尤其适合冬天手脚冰凉 有寒症的朋友们使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记住了吗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 转发加评论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上西关视频关注养生栏目 我们是飞牛养生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吧